市场故事千千万 村长给你吵吵的 大家好 这期咱们聊一部美国的科幻评 欲星战场 说彪哥发了一封电报给指子小剑 让他过来他自己见一面 小剑刚下火车就听到了一颗噩耗 叔叔突然就交了一票 小剑想和叔叔见最后一面 管家却告诉小剑 彪哥临终前留下了一封遗书 然后就把自己关进了一座事物 而根据彪哥的遗愿呢 管家就把他说过的资产机交给了小剑 小剑翻开彪哥的日记 时光就重回到了国际 二十年前彪哥刚刚升到上位 就悄悄的逃到了国际 因为那时连年战乱 他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紧张上班 可惜还没过多久 他还是被一个上校给带进大楼 彪哥知道自己这次凶多鸡少 就打上了手里再次跑跑 上校自然不能放人不管 就带人去追赶 眼瞅着彪哥马上就要被再次抓住 忽然跑了一群当地的土著 这些土著是相当的彪悍的 直接开枪要从他们领上班 上校在战斗中受了伤 眼看就要领电灯 上校毕竟也算昔日的战友 就带上他一起逃到了一个山洞口 而土著追到这里后 却惊慌失措的逃走 正当彪哥的莫名其妙 最后突然出现一个大光头 彪送在校外面 彪哥反手就是一枪 送大光头两个人当 然后就拿起了大光头手里的蓝色灰章 而这时灰章忽然发出一道枪光 彪哥只赶到一阵头中角形 一下子就穿越到了火星 他一脸懵逼的想去附近看一看 却因步度太大 差点尺到了他 经过了几次的狗肯地 彪哥渐渐适应了火星的引力 他正当初在愉快的跳来跳去 却被火星巨魔当成宠物 给带回了引力 如一彪哥拒绝回程表演跳一跳 就被一个女巨魔带回去吵吵 彪哥怕自己被女巨魔强行叉叉 就想偷走会让赶紧的家 不料他挣脱铁链刚想逃走 不然那就冲出一只大狗 结果不仅他没有逃脱 还害得女巨魔还跟着飞了火 眼瞅着彪哥就要彻底玩玩 天上忽然堆了几家飞船 听了巨魔们的对话 原来是火星上另外两个闻名 A国和B国也正在玩家 原因是A国想要和B国联姻 而B国公主不愿意 就想跑出来逃婚 彪哥抢过万应一看 这B国公主马上就要掉下飞船 领上玩 彪哥的主角光环忽然启动 一个大叫就救下了公主的命 而巨魔族这边看彪哥又如战身下满的 也主动开始攻击A国的飞船 A国飞船很快就被打败 彪哥被巨魔首领封为大桶杉 公主就请求彪哥把大叫的技能交给他 作为交换的条件 他可以帮彪哥完成回地球的情愿 两人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他们悄悄溜到了巨魔族的心底 公主知道这里记载了一些时空之门的资料 果然上来说要返回地球 就要带着那枚徽章去一座神庙 正当公主为彪哥的一个壁咚 被整个发懵的时候 之前的那个女巨魔让他赶紧闪 因为他们擅长进气 引起了巨魔的不满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他们被巨魔团团围组 由于这个女巨魔是族长私生女的关系 族长就让彪哥带着徽章和他女儿一起去 在他们走后不久 族长因为作风问题就被主人操作 而彪哥几人按照经济的资料 很快就找到了神庙 把徽章往神庙的地上一放 瞬间就天见地上 地上出现了九道蓝色的光线 把公主激动的发转弹 他告诉彪哥 传说中的九道射箭 是宇宙之王的九道神秘周边 彪哥的火星穿雪之旅 他杀掉的那个大光头 就是宇宙之王的世界 而这时 另一个大光头带着大批的巨魔来推杀三人 为了掩护两个女人逃走 彪哥就带着女巨魔的那只大狗 留下来见首 严瞅着彪哥掉背巨魔围攻领 帝国国王带着战舰赶来读战 巨魔在飞弹的攻击下也彻底溃散 成功的打败巨魔后 彪哥也被一起带到了帝国 不过这帝国国王也是鬼迷了心跳 飞机的公主往火坑里跳 就在公主大婚一日 彪哥给光头使着掳去 并告诉他合情是一个圈套 今天帝国就会被彻底灭掉 而这一切都是宇宙之王的安排 警告彪哥千万别回来 彪哥趁他一个不注意就又逃了出去 他刚出虎穴就是狼狗 他又被巨魔族给抓走了 新人的巨魔族长直接把他扔到了绝途场 让他和里面的两只巨猿的一跃高下 彪哥再次开挂 轻松把两只巨猿给打发现 然后杀了新族长 自己当上了巨魔族长 再来巨魔就杀回了帝国 A国国王正和公主在喝酒杯酒后 就稀里糊涂的为彪哥打了手 而帝国国王为了感谢彪哥的救命之恩 就让他和公主直接成了公主 转天彪哥正在感叹自己的经历 又被大光头给抓了去 不过并没有要了他的命 只是把他送回到了地球上的那个山洞 为了能回到火星的公主团体 彪哥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开始四步散发自己得到徽章的假装 在假装谈到实事中 让大光头以为他已经返回了火星 然后在日移最后 把实事的密码告诉了小剑 趁机吸引大光头出现 果然不出所料 大光头中了他的天套 最后彪哥拿到了徽章 返回了火星 小剑也得到了叔叔的遗产 走向了街上的天风 故事倒就讲完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就算天阳真的掉下顶 也要小心有限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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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